什么呀 一米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正准备去你家找你了 你背袋水泥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做小工呢 做小工 你做什么小工啊 你快放下来 没事的 你听我的快放下来 这一袋水泥一百斤这么重 你快放下来 快点快点快点 没事一米哥 我都习惯了 什么习惯了啊 你看这 这些一看都是男孩子干的活 你跟一个女孩子 你跑来干什么了 没事的一米哥 你放弃吧 我家里这儿也不要紧 我就过来坐嘛 哎呀我跟你说 苏曼呀 不要做这么重的活 你要内出什么病 该怎么办呢 不会的 你放心 你看我身体这么好 你只是现在年轻 你要以后老了 落下什么病 该怎么办呢 走走走 听我的 走走走回家 回家走 行一米哥 你不要拉我 我走了以后 他们找小工的时候 他们就不要我了 你不要就不要 不要干了 这是男人干的活 你来干什么了 不行 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你有什么难处啊 一米哥你看 我妈妈和我女儿 不是在老家吗 我每个月 得给他们生活费啊 你 你这有难处 你跟我说呀 哎不行 你都帮我这么多了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我得靠自己 哎 你 你这 没事的 你没事的 米哥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马上就干完了啊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 哎 你还没吃饭吗 嗯 还没吃呢 你什么时候上来的啊 到现在都还没吃饭 早上就来了 现在带的是中午饭 一米哥你肯定也还没吃饭 要不你先吃 不不不 我吃饿了 我吃饿了 你吃饿了吗 真的吃饿了 真的吃饿了 真的到我先吃了啊 你快吃快吃 嗯 书妹啊 嗯 你们在工地上面 一天能挣多少了 一天能是八十块钱了 才八十 八十已经算高了呀 前面我们才六十块钱 这 这几十块钱 你做什么做呢 一米哥 你看像我们这种 没什么文化 又没有手艺的人 只能来这儿 固定里面打打工啊 啊 书妹啊 你在这工地上面 已经很辛苦吧 不辛苦啊 有些时候 在电话里面 遇见我女儿 叫我一声妈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虽然我也没什么文化 但是我觉得 女儿这一辈子 书给的不是婚姻 也不是爱情 老师自己吃下药下药 这个朋友 你好 多少 请问你是这的老板吗 我是这儿的包工头咋过来 包工头 嗯 你看见那个小姑娘了吗 咋过来 你 你就说是给她的奖金吧 还嘛 还嘛 可以嘛 这个小姑娘挺不容易的 啊 谢谢你啊 好 没什么事 像昨天的火 能走远了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那模糊的肩膀也奔跑 苏环一下 欣威哥 你吃完了吗 嗯 吃好了 欣威哥 刚才那个老板 他说我干活力啊 奖励我这么多钱 五百块钱 奖励了你五百 嗯 老板应该是看你挺辛苦 才奖务你的吧 嗯 欣威哥 那我这儿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啊 走吧 嗯 好 走吧 走吧 长大以后 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 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 喊着泪微笑 越美好 越害怕得到